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 我是乖兒子 海盜嘉年華 歡迎您 您有想過嗎 在大逃殺世界裡 成為一名海盜 享受珍藏保障 別人都在陸地 而我卻在海底 在每一個人出生的時候 不管你是哪一種背包 都會配戴個水下推進器 沒錯 讓你在水面 或者是水下的時候 都能夠去使用 不僅可以射擊 還帶給你更久的氧氣 看來之後每一個人都在海戰囉 本來想測試推進器的射擊 但是遲遲遇不到敵人 只能暫時離開了 一個人來到了遊樂場 這麼開心時聽見滿滿的強聲 想必遊樂設置已被佔據 正所謂心情跌落的谷底 自我安慰後 打起精神 就是要搶回所有遊樂設施 來到了高處 看見兩位人民進到了棚內 接著一位人民 已經忍不住玩了起來 飛來飛去的 外部把他打下來 擊倒後 他也從天空 直接往帳篷撞了過去 很痛 真的很痛 幾槍將他帶走 這時危機越來越大 他的朋友通通往我這裡過來了 一位忍不住 露了一點身體 槍法非常可惜的我 沒有將他帶掉 但時間也一點一滴的在流逝了 火山即將來臨 火山來臨 這位人民想要趁機逃走 沒門 將他擊倒後 棚內的那位人民也逃了出來 利用我的勾爪切換位置 馬上到了剛剛死者的區域 看到他們兩位正在急救 還想拉 還想拉 順利的解決了遊樂場 這次的危機 但火山也來臨了 遊樂設施一個都沒能玩到 再度回到了熟悉的海底 享受一切的美好 但這種悠哉的生活 已經快要結束了 上岸後 來到了平靜的森林 但我得打破平靜 看到了兩位人民給我在那邊抖動 開啟我的紅點瞄準鏡 將一位敵人帶走後 以及四倍鏡 將另外一位敵人給帶走 滅掉了他們賊組小隊 趕緊插針 畢竟遠方也正在射擊 插完的瞬間 又被後方的擊中 心臟差點跳了出來 就差一秒而已 如果再快 我很可能就倒地了 馬上換位置 這個點不能再待了 經過了一番波折 終於找到了那位偷居及我的人民 馬上對那棵樹進行掃射 一直掃射 雖然說槍法 泡了一點 但是最後也順利的將他給帶走了 此時 救援直升機也已經到來 趕緊過去 在奔跑途中 遇到了兩位人民 順勢帶走 想跑的 想爬的 一個 都不能放過 決賽圈到來 我到了救援直升機附近 一位人民 跑了過來 非常的急 非常的緊張啊 彈掉了幾下 將他帶走後 我存活了下來 在海盜加年華中 成為了一名 合格的海盜 那麼我這一次的日常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點個喜歡 想關注我未來新影片 那你記得點個訂閱喔 並且按下小鈴鐺 接收最新通知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